台北有一個受刑人 正處各自作家 要是可以投票的管理 拿出行政訴訟 目前發言他結出分 要選擇機關設立投票所 民間團體正委說 讓受刑人可以刑事投票款 對他們出格後 中心家庭社會是有幫助的 他認為這次的結出分 如果可以讓這個貨幣 點在台北加特的受刑人 聽好投票 入北也會影響到 其他價格相關案件 讓貨幣在加上受刑人 都可以投票 表記一張到沒出去的票 點出受刑人 沒辦法投票的狀況 登記關主感受受刑人的民間團體 等於基盤電纜 讓大家認罰這個人款規定 台北高頂行政 歡迎在定結出分 要通知参委會 在台北加特設立投票所 民間團體表示 受刑人投票 可以幫助他們回規社會 有犯法的事情 他才有規定說 不可以去做酷酸林 不可以去做公職 不過他在2005年刑法修正時 尺度公群就一定把那個 不能投票這件事 他能拿掉了 學習到他的感受裡面 所以說他沒有一個法律 會禁止他 這個就是犯法保障的 犯過錯的人 他有一個機會 可以說中心 跟我們公民社會 做一個連結的位 他接下來回到路就比較順 經濟統計專台的受刑人 有五萬五千人左右 有多一生的人 有跟戶口刷到自己點的價格 在美國 韓國這些國家 也已經都有受刑人投票的作詞 但他推動 思法改革的民間 蘇改會 對出標示支持 也說這個假處分在庭 有機會 讓全台的客戶 點在價格的受刑人 都堂投票 我們當然就是希望 受刑人就除了自由 被剝奪之外 其他的權利 就不應該被阻止 當然也是希望說 這個假處分可以同時影響 到不管是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別的 別的合議庭的看法 或是乃至於可能 其他法院的看法 我們當然就是希望 這個見解可以讓大家 重新思考 受刑人投票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在庭院的假處分 在行政所上 確定正常都有效 感受關注 小組和民間主委會 就算走到行政所上 這次的案件 因為理由窮婚 勝手的機會 要是很大 記者跟我們就 隨台北部都